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感觉一下 这个鞋底啊 它的磨擦性 让你折一折 感觉它的耐折性怎么样 北京化工大学校园内 几名年轻人正在跟自己小生的鞋子较劲 正常的话 它应该前边是有一个上翘 这样你走路的时候就省点劲 这双鞋子看起来非常普通 却是王昭教授和团队成员近20年工作的结晶 他们的研究关系到一个简单的问题 让一双废酒鞋子自然降解 总共需要几步 传统答案是 第一步 找一处合适的土壤环境 第二步 把鞋子埋入土中 第三步 等待一百年以上 每人都有好多双鞋子 这个鞋子穿完以后我们就扔掉了 它的去处只有几条 一 随着垃圾被焚烧 那就造成了烟气和碳排放的污染 第二 我们就把它掩埋 掩埋的话几百年不能降解 所以占用了大量的土地资源 形成了一个生态的污染问题 相关数据显示 全球每年有几十亿双鞋子被废弃 它们中的大部分不会被回收利用 而是会随着其他垃圾 一起被丢弃或集中掩埋 鞋子上的许多材料 尤其是鞋底橡胶 自然降解的难度极大 长时间存在于土壤中 无疑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影响 实际上国际上的一些鞋子的大品牌 它们也想去解决这个鞋子污染问题 它们一直致力于想要寻找一种 可以完全生母降解的鞋子 近些年来 低碳 可降解 越来越成为制鞋行业的热门概念 尽管人们想尽各种办法 但可降解橡胶鞋底材料 却从未被真正攻破 为什么不能实现整鞋的可降解 最大的一个困处 一个难点 就是说我们不能实现 这个橡胶鞋底的可降解 橡胶 凭借其富有弹性 柔软 耐磨等特点 被广泛应用在生活之中 更是制作鞋底的主要材料之一 但它为什么难以被降解 原来生物降解主要依靠的 是我们肉眼无法看到 却又无处不在的微生物 数以异计的细菌 真菌等微生物 能将被降解物吃下 消化代谢为二氧化碳 水 以及其他物质 但是对微生物来说 橡胶的分子结构过大且结实 它们无从下口 只能进而远之 这就像我们要吃一个西瓜 我们要把它切成小块 然后一口一口地吃掉 我们没法把一个西瓜给吃掉 由于国际上 一直没有橡胶可以做到自然降解 这阻碍了可降解鞋的进一步发展 眼下 王昭团队研制的一款 新型橡胶材料 却能解决这一问题 如果说严谨的来说 我们这个橡胶是目前唯一一个 就是橡胶本体就可以实现 生物降解的一个橡胶材料 北京化工大学 国家能源生物变质研发中心 王昭宇学生正在为这种 特殊橡胶的合成做着准备 摆在它们面前的 是几根再普通不过的玉米芯 这些玉米芯与橡胶有什么关系呢 使用过的玉米芯 就是制备我们生物基可降解锯质橡胶 最初始的原材料之一 那么除此之外呢 像土豆木薯也是可以使用的 实验室内 玉米芯被打磨成粉末 在各种仪器中 经过发酵 蒸馏 精炼等一系列复杂处理以后 被加工为合成橡胶必备的化学制剂 这个是三克 刚刚好 另一间实验室里 学生们开始了可降解橡胶的合成 这些由玉米芯等植物加工而来的化学原料 按照比例调配后 在真空 高温的环境中 充分混合 发生着神奇的蜕变 几个小时后 一块可降解橡胶 便宣告诞生 这块橡胶 看起来平平无奇 内力却大有乾坤 它有两大特点 一是生物基 二是可降解 最早的橡胶 来自橡胶树干中流出的枝叶 随着橡胶需求量的日渐增大 天然橡胶供不应求 人们又开始以石油煤炭等化石资源 作为初始材料 生产各类合成橡胶 我们都知道这个化石资源 比如说包括煤 石油 天然气 它是不可持续的 它总有用完的这一天 为了实现橡胶生产的 可持续发展 早在2003年 当时正在北京化工大学 担任教授的张力群 就开始了生物基橡胶的研究 淀粉 纤维素 来发酵 再经过进一步的合成 做这种生物基橡胶 它的来源是非常可以持续的 甚至可以认为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 在整个团队 历时十余年的努力下 他们开发出了许多生物基橡胶品种 利用现在非常丰富的生物基原料 我们来构建各种新的结构的 这种橡胶材料 想使它产生新的性能 并且能让中国在合成橡胶领域的话 有自己的生意 占据一席之地 作为张力群的学生 王昭正是研究团队中的重要一员 在新型橡胶研发的过程中 他们找到了让橡胶实现降解的方法 生物基可降解聚脂橡胶被研发出来 这便是用来制作可降解鞋底的法宝 生物基可降解聚脂橡胶 得益于它特殊的分子结构 让微生物有机会将其破坏为 较小的分子片段 进而被吞噬 实现降解 经过检测 这款橡胶在堆肥环境中 三个月内 70%以上可以完全降解 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降解后的残留物 也不会对环境产生污染 我们这个橡胶可以说 是真正能够实现 从土里生长出来 又回归到土里的 这样一个全循环的一个过程 经过十几年的魔力 曾经的学生已成长为老师 如今 王昭带领学生 利用这块生物基可降解橡胶 开始了可降解鞋的研发 这基本上能够达到 咱做鞋的性能要求 他们计划 先从最困难的鞋底部分入手 尽管对橡胶材料料如指掌 但如何将它们做成鞋底 王昭仍旧是有憧憬 没把握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 至于得到的生物基可降解橡胶 我们也称之为生胶 我们看生胶的话 它的这个弹性强度 还有它的耐磨性 都达不到我们鞋子的一个 性能的一个使用需求 回想一下 平时被我们踩在脚下的鞋底 都需要具备什么性能 坚固耐磨 不怕弯折 抗水防滑 是对它的基本要求 弹性适度 软硬适中 才能保证良好的穿着体验 为了让橡胶拥有鞋底的性能 王昭需要把生胶进一步加工 他把这个过程形容为烤面包 就像我们做面包一样 我们生胶就是什么 是我们的面粉 我只用面粉 是无法实现它的价值的 那好了 我们就在面粉 也可以加入水 加入鸡蛋 加入糖 加入这些辅料 比如说我们要引入这个白碳黑 来提高它的强度和力学性能 会引入像这个防老剂 来提高它的寿命等等 辅料怎么加 加多少 可一点不像烤面包那样简单 所以我们需要平衡 它的这个降解性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 那我如何让它能够 在穿的过程中稳定 然后埋到土里之后呢 又很快地去降解 这个是我们要考虑 而且我们也是在努力做的一个工作 可降解鞋底 需要在日常穿着期间 拥有稳定耐用的表现 而在废弃后 又必须能够在土壤中完全降解 毋庸置疑 这两个要求是非常矛盾的 王昭只能在一次次实验中 寻找平衡之法 里边的影响因素特别多 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因素逐一地排查 逐一地去做实验 去验证 最终才能得到我们这样一个 性能优异的一个鞋底材料 经历了无数次的摸索与优化后 王昭和学生找到了符合要求的方案 根据鞋底的性能要求 这些各具用途的辅料 被精确配比 与生胶在这台特殊的机器上邂逅 经过反复揉压 得到了均匀的混合 橡胶的力学性能将被大大加强 那么 用这种新材料制成的鞋底 能具有正常鞋底的稳定性和舒适性吗 创新践行时 稍后继续 为了能尽快加工出合格的可降解鞋底 王昭将可降解橡胶 送到了东莞的制鞋工厂 开始了样品的试制 在这里 可降解橡胶被放入了压制鞋底的模具 利用高温烘烤成型 15秒左右 就排一次鞋是吧 尽管相关工艺已经非常成熟 但鞋底试制的难度 却远远超出了王昭的预料 不行 这个坏了 不行 坏了 很显然 这双刚刚出炉的鞋底 没能成型 这让王昭始料未及 一开始还真没想那么多 实验室都做了这么长时间了 非常成熟了 一拿到工厂就应该做出来 但是试试结果 证明确实不是 在实验室中调整好的工艺 来到工厂却行不通了 这次这个还是不行 你看 经验丰富的王昭 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 这个温度不错 因为这个鞋底还是比较厚 我们在实验室做的时候 我们经常压的是一个 一毫米两毫米的样片 它的导热性就比较好 很快就能把热量导进去 当我们真正做鞋底的时候 发现这个鞋底它比较厚 传热就比较慢 出来的这个胶就没熟 就很软 总结前一次试制失败的教训 王昭针对工厂的加工条件 调高了鞋底压制的温度 并延长了压制时间 橡胶的稳定性显著增强了 只是这一次 鞋底居然出现了开裂 这怎么裂了呀 这一块这都 这个鞋底呢 就是过了它最佳的一个反应条件了 就像我们面包烤焦了一样 它就过了一个反应最佳的一个时间了 你先放过来吧 这个东西这块又多坏了 回到学校 王昭重新论证了 可降解鞋底的加工细节 再一次来到了工厂 工艺调整是否成功 王昭的脸上写满了忐忑 这次怎么样 这次看上去还可以 这次好像 这次没什么问题 成功了 终于拿到了成型的鞋底 王昭和身旁的技术人员都松了一口气 这次就成功了 这次我们工艺队了 几经波折 可降解橡胶鞋底终于从创想变为了现实 看样子 成功就在不远处了 从测试到我们当时手改 到这个工厂的这些专家 都试完之后说 哎呀这个鞋底性能很好 我们也很开心 我们就带着鞋底回到了实验室 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三个月后 这批鞋底样片 还是出现了问题 已经没有什么弹性了 而且发黏了 我们发现 这个鞋子没有弹性了 这个也没有它的状态了 一抠就抠下来了 就没法都为鞋子使用了 明显地降解了 这个工艺入线是不行的 看着已经发生降解的鞋底 会议室里的空气 几乎都凝固了 当时就非常伤心 就是好不容易 都是鞋底来 突然又出现这样一个状态 所以我们赶紧就突然讨论 就是对温度时间 咱们可以优化一下 应该从这个配方这块 我们要做一些工作 确定了接下来的改进方案后 他们一头扎进了实验室 要提高鞋底的强度和稳定性 还不能影响它的生物降解性 团队成员没有捷径可走 试错 时常是必经之路 就跟我们的面包一样 你的温度 你的时间 甚至你家的补料 都会对这个面包的色相会产生影响 你的工艺参数需要调整的非常多 改良工艺的同时 他们还得加紧合成更多的 橡胶鞋底原材料 一批做的那些近200双鞋子 都做失败了 当时的调查下 我们做这些胶 还是花了很长时间 才把它做出来 这也是耽误了很长时间 两个月后 新一批的橡胶鞋底原材料 被送进工厂 这一次 他们能制作出合格的 可降解鞋底吗 创新渐行时 稍后继续 没有熟透 温度其实没那么高 时间没那么长 这怎么裂了呀 这一次怎么样 经过一年多时间 数十次的调整 研发团队终于获得了 合格的橡胶鞋底 王昭立马把几双样品鞋底 放进了堆肥环境中 一个月内 这些鞋底已经出现了 明显的降解 而正常保存的鞋底 存放了半年后 也依旧没有任何降解迹象 拿出来之后 我当时特别高兴 两个鞋底举在这 然后拍了个照 我说全球 手霜和生物降解的鞋底 今天被做出来了 兴奋之余 王昭悬着的心 还是没有放下 要开发出一双取材天然 又可降解的鞋子 鞋面鞋垫等其他部分 也很重要 市面上常见的材料 大都无法同时满足 王昭的要求 鞋面如果不能降解 最后这个鞋子没了 鞋面还留在这边 它对环境还是有污染问题 接下来 它们将如何实现 除鞋底之外 其他部分的可降解呢 创新进行时 下集继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